打球也比较厉害 狠啊 但这次呢 他是由于吃兴奋剂 就是和那个培念发生了关系 因为吃兴奋剂以后这个急速啊 会产生那个激动啊 情绪鼓动很厉害 又发生了关系 正好在赛前 这个世界竞标赛的赛前就怀孕了 这时候邓亚平更狠了 由于怀孕以后 这个激素水平提高的 体力就确好 那个打球更狠 咬牙确实的 真是出了把赛 所以呢 就应验了这个苏联的经验 就是大比赛前让运动员欢迎 出现体力好 激素升高 而且查不出来 比赛后又流产去 邓亚平就这个情况 就好